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低位收市 暴16,990点 下跌358点 跌幅近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市暴4877点 下跌141点 跌幅近2.8% 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表迫500指数 低收近2% 收市暴2035点 下跌43点 个别股份方面 特斯尼比证券行下调投资评级 股价级错6% 士多华纳跌半成 苹果跌近2% Twitter一度下跌6% 首次跌穿照顾价 收市跌幅略为收窄 去到5.8% 而在美国买卖的港股与托证券 造价就全面下跌 汇丰至合港元报64.74 比本港收市 下跌1% 中移动 下跌1% 中联通 下跌超过1% 中人秀 下跌1.67% 中海油 下跌超过1% 中石化 下跌1.64% 中石油 下跌1.45% 而在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股市亦全面下跌 市场忧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加上希腊可能提前大选 到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伦敦富士100指数 跌35点 报6367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跌249点 报10432点 巴黎克指数跌100点 报4783点 纽约旗油经过上日的大跌4% 表现仍然非常波动 市场忧虑原油供应过剩的问题 纽约旗油收市部 41.14美元一桶 升0.34美元 伦敦布兰德旗油 下跌0.54美元 报46.62美元一桶 而在金格方面 纽约旗金收市部 会安市1,153美元 上升24.9美元 再和大家看回价 美元兑港元7.7516 日元123.400 欧元1.1247 英镑1.5695 瑞士法郎0.9587 加元1.3078 欧元0.7326 纽约0.6626 最后是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报2.08厘 30年期债券报2.75厘 外围的情况先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将时间交给Tracy 谢谢K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环球追踪的环节 这次嘉宾 我们来请来Wafi 和我们谈谈外围的情况 Wafi 你好 你好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港股竞价时段的表现 港股竞价时段的时间 都是跟随美股下跌 急速414点 报22343点 跌幅1.8% Wafi看到外围 美股已经跌到5个月的低位 最主要就是怕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其实昨天的时间 就看到新兴市场方面 就有普逸奇那边的里拉都急跌 和哈萨克那边 又是将货币贬值 很多消息都是因为 源着于中国将人民币贬值 你觉得他们担心环球经济增长放缓 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边又怕 然后亚洲股市又跟随美股下跌 这个情况会持续多久 其实暂时市场的气氛 就真的比较叫做差一点 特别就除了美国 自己本身面对的 可能就是说加不加息 这些因素之外 的确就是环球市场来看 都有明显的一些忧虑在 特别就真的好像Tracy所说 近期就升市场方面 都有几明显的一个走资因素 当然源自于人民币方面 开始便是大动起来 变相这样走资的时候 令到钱其实是乱闲 所以变相整个市场来计算 都令大家有点担心 因为其实担心的地方就是 可能很多时本身说 新市场走资 变相有资金走的 就是留在成熟市场里面 而可以选择的 其实都是欧美两边的事 但以近期的情况来看 似乎走得来又不是留在美股里面 形成美股方面 其实那个跌势 都是比较显著一些 所以这样的情况 其实令大家挺忧心的 就是走得来 但又不是留在某些资产里面 那究竟去了哪呢 这些大家仍然是不确定 虽然形成的气氛来看 自然就真的比较差一些 已经触发到美股 是有第一阵 可以说是引迫的一个跌势 而另一边商本身来计 其实美股刚才也提到 仍然面对着不同的因素 当然一来又是看加不加息 当然这个话题就讲了很久时间 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沉 但的确这个也是个关注点 因为其实你见到市场 是整天都变的 对美国加不加息的看法 好像比较早一个月 又觉得是实施9月份回家 但去到近期 其实大家对9月份加息的看法 又是压后了 或者觉得没什么机会 因为以这个因素来说 几关日前美联储议息的记录 出来之后 给大家看到 甚至乎以近期的数据 都觉得是这样 因为以回联储局议司会记录上看 虽然个别的委员 都对整个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但最终也有提到 就是之前自己说的因素 就是通胀问题 因为之前大家觉得9月份 有机会加息 因为完全 无论是耶论好 或者很多官员也好 其实是没什么提到通胀的 只是提就业OK 其他指标好 但是没有说通胀的问题 但是不断强调过 就是储局加不加息 看两个因素 一来就业情况 二来就通胀水平 通胀是认为2% 但是以美国的PCE来计算 其实是越走越低 如果只剩0.1、0.2左右 那么低的话 其实越来越偏离的话 其实没太多条件是讲加息的 所以的确去到日前 这个记录 除此个别委员也提到通胀问题 大家有关注 而令大家觉得 就是那个所谓加息的因素 好像是稍微押后了一点 令到又是有些不明朗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以前如果说加息押后 你对上美股是会上升的 但是为什么这一阵美股也是要跌呢 刚才也说到 关于就是整个气氛事 因为拉起来其他走资 各样的东西 或者你说又不加息又不加息 不断变化的话 大家是很难去有个明确的方向看 所以有点忧心一点 所以变相美股的跌势就更加偏弱 而且以昨晚再上一步跌 其实也挺关 已经提到 气氛之外 更加都是各别的数据 因为数据上去看 其实昨天也挺参差的 好像譬如你说二手楼销售 好像是很好的 都比较理想的 但是你看到其他的数据 不论你说领先指标也好 或者失业救制的人数也好 其实这些全部 都是比较差 就是比较差 变相又是一些好一些坏的时候 仍然都令大家是不能有个很明确的方向看得到 所以变相加加加慢买 令到那个所谓的跌势 是越来越急剧 所以你看到昨晚美股特别的道指 本来就可能低开百多点 越走就越低 去到美市更加跌成三百多点 正经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而如果以回暂时美股的势头来看 我相信这一刻都比较关键一点点 因为随着昨晚这样跌下来 一来就穿了万七关这些心理关口 落到16990这个位置 而除了穿了这个心理关口之外 更加其实开始都试穿 就是由去年大概10月尾11月初 那阵上来之后 一直以来大概这大半年的环区间 因为之后又无论12月 1月其实试了几次是万七关这边位 都能够站得上去 说明上今次来看 都真的要看看万七关这个位置 究竟能否短期 譬如今晚或下星期初回来 可以叫做修复得到 如果站得上去 其实依然是叫做华人区间走 但如果你说站不上去的时候 其实都很意味着 在下市机会上升 我觉得是比较高 因为以计算表现上 连这些位置都失手了 情况上看 大家都可能要看得审慎一点点 明白 我先看着这个万七关的水平 和Wafi你都谈到这里 多谢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开市感浪的环节 再和你谈谈外围的消息 再和你谈谈外围的消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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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